字幕志愿者 本王发现 虽然同样是公佛法 但是每一个宝贝所说的经典内容 和论点与幼税不同 敢说没有改革的方法吗 有 请准备受告 集结 经典 集结 经典 观众朋友们好 在这个资讯发达 交通便捷的今日 我们想要学佛 或者接触佛法 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是在古印度 想要寻求真理 那可以说是充满了考验 今天我们很高兴 邀请到台湾大学中文系 赵飞鹏教授 来跟我们分享 教授您好 好 我们在戏剧里头看到了 邪尊者 他向佳逆色家王 提出了经典结极这个想法 结果开启了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 那这要请教教授就是 邪尊者到底是何许人也 他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影响力 那讲到这个邪尊者 我们一般可能对他不太了解 主要是因为在古代的这个印度 确实有很多高僧大德 但是他们也不见得每一位呢 都会表现得非常的 这个让人注目 那像这位邪尊者呢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么他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他原来呢 是婆罗门的这个修行者 那么一直到他六十多岁 等于说年纪很大了 他才呢遇到了他的师父 就是第九祖 这个佛陀多罗尊者 那么他才跟着这位尊者出家 那他出家以后呢 深深觉得就是说 这个时间实在是很有限 他希望能够把握余生 好好地休息 所以呢他就发誓 叫做邪不自喜 那么邪就是我们这个肋骨 这个意象 那么古寿人的这个睡眠 有时候是側睡 我们叫做吉祥卧 就是用这个肋骨的部分 接触这个床垫 床面 所以这个叫邪不自喜 也就是说呢 他发誓一辈子 都不要躺下来睡觉 不是在打坐呢 就是在行走 那么以今天来讲 这可能就是一种苦行 但就是因为他这么精进 所以他很快地呢 也就证了阿罗汉果 那因此呢 后来的人为了来表扬 遵从他的这种精进修行的精神 于是呢就尊他为邪尊者 那么有的时候 你也叫他勒比丘 这个勒就是勒骨的勒 那我们都知道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您刚刚提到 他度化了这个马明比丘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在当时 他很有名 那么同时呢 他也经研了这个三藏的经典 那曾经为这个扎寒经 做了非常详细的注解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呢 后来那么在这个 嘉逆赦家王的这个提倡之下 那么就由这个邪尊者呢 来主持进行的这个佛教史上 第四次的这个阶级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研究 这个早期不派佛教的这个思想 那么像这些书 大比博沙论啊 这些书都是我们一定要去参考 那么这个等于就是 邪尊者的一个贡献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第四次阶级开始 就是用这个梵文 来记载这个佛经的内容 那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 读到这么多的佛经 那么事实上 他们的这个贡献 他们的这个成就 是非常大的影响 要不然的话 因为在佛陀时代 还有佛陀这个涅槃以后的 第一次阶级 乃至于第二次阶级 其实那个时候都没有文字 都是用口述的 就等于口耳相传 都是要这个师父交给弟子 弟子都是用背诵的 记起来的 可是呢 流传久了以后呢 就会出现问题 也许有一些这个文具啊 有一些内容啊 可能记得不是很完整 那后来有文字记载以后呢 才能够真正的保留下来 这个佛陀的教会 那一直让我们今天的人呢 还可以来研读 那刚刚有提到 我们老师您说过 他度化马鸣 那他们师徒之间 有没有一些故事 是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的呢 好 那么这个邪尊者度化马鸣 这个其实也是 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那个话说马鸣 他原来也是外道 就是所谓这个 婆罗门的修行者 但是他因为口才很好 辩才无碍 甚至呢 当时可以说 辩骗天下无敌手 很多的这个婆罗门教的 甚至是佛教的修行者 都辩不过他 那甚至呢 他这个辩赢了以后 听说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喜欢去嘲讽别人 他赢了以后 还要去嘲笑人家 说你很不行啊 你这个什么的 所以很多人 都不喜欢跟他辩论 因为辩输了 还有很丢脸 因此呢 他这个就养成了 他一个非常骄傲的个性 那这个时候 这个邪尊者呢 就听说了这件事情 他就想 这个年轻人 虽然这个财气很高 世财傲物 不过呢 却是一个可造之财 如果能够 来进入到我们佛教的话 那一定会成为 佛门的栋梁 于是呢 他就千里迢迢地 从他的这个国家 就到 马明菩萨住的地方去 就想要来 接触到这个马明 于是呢 这个邪比丘 就跟他见面 然后就跟他约定说 年轻人 我们就来举行一场辩论吧 但是不是今天 我们过几天 七天后 我们再来辩论 这马明就说 好啊 那你回去准备一下也好 结果到了第七天 所有的这个王公大臣 包含国王 包含很多的贵族 大家都听说这件事情 有人敢去跟马明挑战 大家赶快来听 到底是什么样 那种精彩的过程 结果到了那天 果然人山人海 很多人都围观 那这个邪比丘 来了以后呢 就气定神贤的坐下来 也不讲话 就坐在位置上 那马明一看 这个老和尚 好像还蛮有修养 来了以后也不紧张 也没有任何的惊慌失措 他在心里面就已经有一点 觉得说 这个可能是个可敬的对手 那接下来呢 就两个人就要约定了 我们等一下辩论 那么怎么样决定输赢呢 那输的人要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马明就先开口 他说 这样子好了 按照我们的这个习惯 这个输的人 自己把舌头割掉好了 结果这个 这么残忍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被接受呢 这个邪尊者就说了 他说 我们修行的人 不要这么残暴 这样好了 输的人 就拜那个赢的人为师 这样好不好 那结果这个 马明说那也好 不过反正我赢定了 就是等一下 就要委屈你了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你要拜我为师 那些比如说 没有关系 没有问题 不过呢 但是因为我年纪比你大 那我又来得比较早 那这样子吧 我先讲 等到我讲完之后呢 你再讲 马明说 那也没问题 那就先讲吧 谢比丘就说了一段话 他说 我们希望 这个国家 能够太平无事 老百姓都能够风衣足食 没有任何的灾难 大家都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 讲完了就停下来了 这个马明一听 这个叫做辩论 你也没有讲什么问题 你也没有讲出什么主张 就你只讲一段祝福的话 他一时之间就怎么样 答不上话 不晓得该怎么回应 结果呢就愣在那边 那刚才讲了嘛 谁说不出话来 谁就输了 于是呢这个 邪比丘就说了 那你看 你已经输了 那你就赶快实现你的诺言吧 所以马明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拜这个邪尊者为师 不过呢他出家以后 确实也就如 这个邪尊者的预料了 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不但是精通各种的佛典 那他同时也是个文学家 写了很多的诗歌 写了很多的著作 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佛所行在 就是马明菩萨的这个 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那么一直流产到今天 所以他们师徒两人的这个故事 那么也让我们得到很好的启发 就是说这个师父要找弟子 找到一个好的弟子 那对于这个 自己的这个学术来讲 对于对整个的这个门派来讲 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这一段师徒音乐真的蛮有趣的 是 这都造就了 可以说是师徒两厢会议 非常感恩老师你的分享 感恩 谢谢 谢谢 一位高僧的成就 往往能对佛法还有众生 带来很大的影响 刚刚透过老师的说明 我们知道 写尊者他所主持的第四次节集 写成了定本 那最后能够让佛法广为流传 而写尊者跟马明这段度化故事 让我们看到 在输赢高下之下 比不上一句祝福 可见祝福的力量是很大的 赶紧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稍后请继续收看高僧传 《马明菩萨》 佛陀入灭之后 大家社主持了佛典的第一次节集 在节集的过程中 一开始是拒绝阿难尊者的加入 因为他们对戒律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到了佛灭百年之后 在毗射离 因为对于戒律的看法不同 所以举行了第二次的节集 史称七百节集或毗射离节集 因为这件事情 僧团分裂成东方的大众部 跟西方的上座部 东方大众部是律众根本的 也就是认为小小借可舍 而西方的上座部呢 则认为要轻重等持 最后从上座部又分出了说一切有部 大众部也开始分化 这两个加起来 有所谓的十八部或二十部之多 那其中的说一切有部 从上座部分出之后呢 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它重视论典 那它是以发制论为根本 以六个族论为它的一霸 最后逐渐发展它成细腻的系统学说 最后总结为大提伯苏论 而这部论典最后也由玄奘大师带回中途 并翻译成中文流传至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